新北市巴黎双尸命案案情有一个新的发展 整体案件主要因为死者张翠平的协议当中 被验出了含有和谢一涵公辞中所下的药 不同成分的安眠药 因此死者家属认为应该还有共犯 所以现在请求法官调阅相关嫌疑人等 五个人的就诊记录要来厘清案情 巴黎双尸案星期二再度开庭 因为死者张翠平协议中被验出 含有另一种成分的安眠药 与谢一涵公辞中所下的安眠药是不同的种类 被害人家属认为还有共犯 要求法官重新调查 除了妈妈嘴咖啡店的老板吕炳红 另外还有嫌犯谢一涵的母亲 以及助姓男友等五人 都将被调阅就诊记录 不过台湾药品的管制有没有这么落实 记者实际走进药局 不用厨房间管制的安眠药还是买得到 目前只能证实谢一涵所下的药中有两种成分的安眠药 但是否就能证实还有共犯 可能还有段距离 其中一个 土地上 都能够